电影X战警未来昔日 第二波的预告片刚刚出炉了 变种人全都变身 来看到空前的卡斯 堪称是漫威漫画有史以来最佳黄金阵容 一起来抢先看 从最新出炉的X战警未来昔日的预告片 可以看得出来 卡斯空前金墙 演员阵容绝对是所有漫威系列电影史上 最华丽的黄金卡斯 包括了金刚狼 万磁王 X教授 十足级的角色暴风女全部都出炉 于剧情横跨两个时空时代 重返了70年的时光之旅 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年轻的阵容 包括了年轻的X教授 年轻的万磁王 还有魔形女 以及幻影猫冰人 以及由范冰冰所饰演的闪烁 全都曝了光 最新的预告片当中 导演刻意安排了年轻的X教授 见面就用拳头问候年轻的万磁王 呼应前一集复观而散的结尾 片中也穿插了未来时间的片段 包含的是范冰冰所饰演的闪烁 太阳黑子 战机 以及主教等等未来变种人的新角色 近百预告片也延续了X战警第一战之后的发展 万磁王和X教授两派阵营分裂之后 因为战役而失去双腿 还有魔形女的X教授 从此失魂落魄 青鸿狼穿越时空 回到了过去 说服了X教授振作 并且再度领导X战警们 将散去各地的变种人 再度集结起来 改变未来变种人存活的命运 感谢观看